別再問女生為什麼要暈八九了 真要講你還沒有什麼可以贏過八九的地方 首先女生要的是陪伴 當她晚上說想要有人陪的時候 八九二話不說用最快的速度衝到女生身邊 而你卻還在考慮明天要上班要早點睡 只會傳訊息在那邊拍拍沒事我打給你 殊不知八九已經在女生身上拍拍了 再來八九不會考慮競技問題 即使她現在只有賺22K 但逢年過節送幾萬塊的禮物 眼睛也不會眨一下 絕對是儀式感到位 在女生眼裡八九有的不多 卻能把最好的都留給她 而你卻只會斤斤計較 況且八九對女生超級霸氣 當你總是用要不要好不好在約女生出門的時候 八九沒在跟你囉嗦的 一句話要不要出去 就衝到女生家門口了 誰還在跟你一堆問句啊 我看你也不用約了啦 還有八九從不害怕給對方承諾 在浪漫的當下什麼話都敢講 當你還在衡量自己能給對方什麼承諾的時候 八九隨口就能許下一個 他們一輩子都無法達成的承諾 畢竟誰在問他們做不做得到 講出來當下聽起來很爽就夠了 另外八九也很會講幹話 即使他們不懂或沒興趣的話題 他們也能跟你聊上老半天 同時不論對錯都站在你這邊 你卻還在分析誰對誰錯講大道理 誰想聽你講大道理啊 最後當分手的時候八九說的是 我不夠好配不上你 而你卻在計較自己在感情中付出了多少 結論就是你連分手都分數人家了 還好意思說自己不知道說在哪裡 你可能會覺得我剛說的都是缺點 但在女生眼裡都是優點啊 懂嗎